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9号 跟大家分享我在两周以前 在本地的一个人他搬家要做一个物品的处理 我当时买到的两件柠檬黄柚的粉彩的瓷器 这一件的话是一个开光的小将军罐 那么这个瓷器的话 我们看它上面有花蝶纹 牡丹 蝴蝶花开富贵 然后上面有水果纹 葡萄 桃子 石榴佛手 那就是多子多福 这种感觉 这种寓意 下面写的是呢 这是手绘的广彩瓷在香港绘制的 但是呢瓷胎的话呢 是从日本进口的 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是五六七的瓷器 我倾向于认为这件瓷器是五六十年代的 因为后来日本经济发达了以后 它不一定指望着出口这种低价值的产品 来这个占国际市场 特别是出口给香港 然后再由香港 这个制造出来的 更倾向于它是偏早期的一个瓷器 瓷器的气型的话呢 比较秀雅 然后呢 化工艺还算精细吧 就是感觉装饰性是比较强的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这一件呢 看底呢也完全是那个时期生产的 也是柠檬黄柚的 但是它没有开光 只是说用手绘了这个 菊花梅花 这种牡丹 这种百花的这种文饰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它这个 接胎的地方啊 修胎不是很规正 有的地方凸出来 有的地方凹下去 然后呢 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产物吧 因为是手绘的 整体来讲看起来还是比较 优雅秀美的 但是呢 当时的日本瓷器 这个质量 你看胎的质量 这边的点出来了 这个质量也并不是说很高 也并不是说很高 上面也写的是 在日本制胎 然后在香港首绘 那么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象征 呃 纯设起来的话呢 看起来还算是比较优雅 比较漂亮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雅 Connecticu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